你知道错了吗 再让你补钱 你怎么不按自己卖了呀 大哥 你居然把我卖到官家当追讯 那追讯是人当的吗 你都没看王前过成什么样了 娘 你呀你呀你呀 你该不该打你 好了 这是 这 干嘛呀这是 大阳 你又干什么了这是 让你娘生气啊 这个混蛋 被官家人叫去耍钱 输了五百两银子啊 让人家逼得签了卖身文书 把二郎卖给人家当追讯了 娘 完了 别打 打你了 我打死你 打 就是该打 打 娘 大爹 别打了 你该打 这 这 这 你 你 入赘文书 入赘留下 喂喂喂 喂喂 你老混蛋 老虎不是吧 你一直在买我儿子 没有啊 打死你 还不打死你 你一直在买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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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不老计的治愈吗 你别逃 你别逃 还有个玩笑 我都已经穿越了 怎么还逃走不了当追讯的命运 老天爷 两家的财力都送到了 这可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看看 人家刘勋俭家的啊 够耗尚 行了 娘 娘 你看 快过来 你别听着我胡说 来来来 你这 你看看这关架 关架也是不刺的啊 你看 你瞅瞅 这些彩礼啊都是关架的 你听我说啊 二郎过去了 这肯定就吃饿不愁 这被 你别烦我 娘 娘 别烦你娘 娘 娘 儿弟啊 都怪哥昨天赌钱输过了头 关键是须江县首富 你入坠他家 吃穿不愁 屁话 二郎我跟你说啊 昨天你爹我是多喝了两倍 但是我跟你讲啊 人家刘勋俭那个家境好啊 刘勋俭人家官媒在首 咱们须江县上上下下 谁不给个面子 行了 这现在两家都过来抢 我到底住着哪家啊 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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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 你们两个王八蛋 我看死你们 你还给我儿子 我没法你啊 你还我儿子 你干吗 我儿子有个气 你还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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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你别跑 你过来 你别跑 刘家 刘家 好好的人 再让你们给回来 给回来 老爷 财力已经送到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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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家也送了 听说官家也有 李家的入罪文书 李左输了五百两银子 把弟弟抵押出去了 宝贝 宝贝啊 剑伤 今天是吉日 就把事情一起给办了 你的夜长梦多 准备接亲 把县里最好的乐队 都给我找来 是 恐怖 我 车上红布 挂满大红灯笼 把我们刘府 统统地装扮起来 今天就拜堂了 东方 滚老沙才 可你怎么给我争 可你怎么跟我争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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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离家的财礼已经送到 只是斜对面的刘府也送了财礼 据说是黎补头和刘勋姐 连夜喝酒订下来的 刘老匹夫 一定是灌醉了离谱头 抢迫离谱头 签下了文书 无耻 无耻狗冠 做出无耻师器 抢迫别人 去 赶紧 到街面上 也买一顶花椒 快 好 老爷 老爷 邪对门的刘府 开始扯红布 挂红灯笼了 我的天哪 这样 这样 你赶紧 把铺子里所有的伙计 都叫回来 赶紧布置 赶紧布置 是 快 来人哪 快来人 来人哪 头颜 头颜 赶紧布 头颜 官家人 抬着花椒回来了 快 去把我那个 落灰的官椒 用红布 重拾起来 去 是 帮老爷的轿子抬出来 大家给我听好啊 若有拖延时间的 头颜的 尊家慢一步的 我就揍死他 老爷 乐队到了 太好了 停 停着 到时候 给我拾劲地吹 用力地吹 声音要足够大 盖住官架 老爷我 重重有赏 二同宫 金盏炮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斜对面的乐手 喊过来了 斜对面 来了乐手 那我们家 有没有啊 没有啊 那应该有啊 好 让他有 快点有 好好好 来人哪 来 更衣 三同骨 刀吃乔 老爷 您的胡子 退下 来 去 四同骨 爬冰角 吹 老爷 你看 刘牧牛 快也不快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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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不要对我吹 出去吹 好 兄弟们 走 给我走 快 走走走 老爷 走走走 走走 老爷 不好了 刘下准备出门了 马都准备好了 刘勋俭 招他穿盔甲 来 把我的战旅 牵出来 是 是 是 让朕 国伯 旅游 有啥 回后难免 是一大 好 给我 今天哪怕是 绪人 绪于将写 也要把女婿 继额回来 出发 不吃天生 非比狗怪 天生诈赌黎左 才坑来一只昭费文殊 狗官 贯罪礼薄 骗得一只昭叙文殊 你再说一次狗官 信不信 我就看了你 就知道仗势齐 你呀 明明说 仰入关云长 忠义两全 现在呢 竟然要砍 官胜后人 你哪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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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顾安二爷的后人哪 只是穷算 妇孺一鸣 靠学 只得了一个秀才罢了 呸 我有家仆为征 我家先祖 乃是 官所 官所 乃是 官圣三子 知道不 李佑 我要定了 李佑 我绝不放手 听着 谁 抢盗李佑 寻解我 替他为队长 听好 谁要抢盗李佑 我 今天赏银百两 今日对线 绝无妥妾 好 记鼓 撤 对线 总 赏银百三 下 道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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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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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小三子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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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搬上了 傅管事 您还不知道呢 那邪队门的官家 跟咱老爷抢一个追讯 今天就让这官家 尝尝龙王爷搬家的滋味 傅管事 帮我拿下 我出发了 小鱼去吧那边 红布快放高 放高一点嘛 对对对 红布那个 快 小姐 小声一点 你们小声一点 小姐看书呢 小姐你别帮看书 我手着 我手着 小声一点 快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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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躲躲躲 小鱼 快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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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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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办啊 让开 让开 许娘 快跑快跑 不是 跑个跑 刘家后官家 枪人来了 跑 怎么办 开冰堂壶 堂壶 李伯 李伯 我是来接礼佑 到我家 拜曾成亲的 李左贤侄 快把你兄弟啊 放出来吧 这大花轿已经准备好了 不要耽误了及时啊 哈哈哈哈 怎么办 怎么办哪 什么啊 还不是以为你们俩吗 我养了十七年的儿子 不到一天时间 你们俩就 就马上给我卖成了坠婿 还卖两家 现在俩家都照常没来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这 徐关家 关家好歹是徐江县首富 二郎过去 吃酸不愁 都怪你这没有出息的东西 要不是你赌博输了 何至于这事如此难办呀 夫人 我觉得 咱们还是去刘勋俭家 我跟这个刘勋俭 我俩是一见如故啊 我们同样是英雄豪杰 娶他刘俭 不至于受气 我跟你说啊 有些人入追到别人家 那个坠婿是十分受气的 那个地位啊 还不如一个家庭啊 你在说话前 不还是个坠婿吗 我呸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就是怕人家 关键上咱们家来 讨钱讨债吗 行了 别吵了 这再艰难的局面 不还在咱们一家人 一起面对吗 这有什么呀 不就是有追续吗 张子 你生了好孩子 我可怜的 穿越前是追续 穿越之后还是追续 这就是命呀 还被两家一起抢 看来一定要在官场上有所作用 二弟 你起来吧你 倒什么乱呀 孩儿的娘 咱们都不乱啊 不如这样 现在啊 你就到衙门里去躲一躲 这留官两家 不至于抢亲抢到衙门里吧 对对对 替你爹的 替你爹的啊 去衙门 你们两个赶紧去 把门堵上 堵上 住闲门 走走走 二弟快来来 走后边走 走后边走 走后接住了啊 快快快 两人 敲门 两人 翻墙 快走后边走 快走快走 那你们怎么办 你不管我们 他们不会打我们怎么样的 快走 小心点 快走 快去快去 贤婿 缘分哪 官 官 官 本官就是 须将县西水寻检寺寻检 刘文通 新建大人 新建大人 赵下留人哪 那梁 赵下留人哪 亲家母 不要担心 这是喜事 来人 在 把贤婿捆上 纵上花椒 亲家 这儿 亲家 走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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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等等 等什么等啊 不对 等你来我家 喝喜酒来呀 关玉良啊 配了金鞍的驴 还是驴呀 驴只配在我的战马背后 吃尘土 就像你一样 刘文通 两家强女婿 不进家门口 那就不算晚 兄弟们 给我把李佑抢回来 重重有赏 谁敢 我大刀一挥 保证你们一刀两断 无关而等 有刀标卖首尔 还敢抢吗 不错吗 还有点无声的风范 序章声势 你敢看吗 老关 你还能怎么样 刘文通 你这兵器 盔甲 俱灾 你这是玩来 有本事 把这些都脱掉 我们吃手空拳 博一次 我身上的盔甲 我身上的盔甲 兵器 都是按照朝廷法度 自由定律不服 你也可以当官去 你 可惜呀 进学多年 连一个巨人还没考上 你还没考上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啊 器武 丛商 店铺满薛江 不像你 要是李佑 去了你家天天打求风 你精商 还不是你家里 娘子的功劳吗 你只能傅庸风雅 在家里的地位 我可以送你六句箴言 你 一个字 送 送 两个字 取代 取代 三个字 气管言 气管言 四个字 富刚不正 富刚不正 五个字 葡萄驾倒了 葡萄驾倒了 六个字 驾有汉青如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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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丸头 你竟敢这样地羞辱我 我告诉你 李佑 我们官家绝不放手 我还要去衙门 官家 刘家 把这官司打到底 我等着你呀 你也等着我 等你官司打完了以后 我的孙子 也该断奶了 刘文桃 贤婿啊 剧内 用七个字 怎么说嘞 忽闻河东 狮子吼 你 贤婿啊 官家的妇人 汉如狮虎 你自己考虑清楚 只要你做了官家的坠婿 从今往后 你还有安生的日子吗 贤婿 刘驾满门五福 你要是去他们家做坠婿 保证 你天天 哀 搜 前后都是火坑 这超市是有毒吗 先是牙抑后是坠婿 这是要把我捆死吗 让开 走 上路 来来来 走 来 起 走 公子 你好了 帮我去查 那个李佑家在何处 现在就去 公子你要干吗 难不成 公子想买凶杀人 银子倒是 可是这须江县 哪找这些江阳大盗 我小小的年纪 为何总要肩负如此重任 愣着干吗 赶快去呀 小谷 小谷 进来啊 人才 怎么了 小谷 你还记得三年之期吗 当然记得 当初啊 还是我提议你入赘留家 只是老爷说要考察三年 算算日子 差不多也该到了 你这三年忙里忙外的 不就是为了这一天 可是老爷他 他不讲信用啊 怎么可能 你看老爷一声不响的 就把事情给操办起来了 整个刘家都装扮好了 这喜庆 这场面 不都是为了你 不是为了我 老 老爷 老爷是跟协队门的关键 抢一个坠续呀 不可能 超级气 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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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鞭炮 不好了 不好了 理由被刘家抢到了 怎么搞的 再探 是啊 夫人 我去问个清楚啊 老爷回来了 你看 你看 回来了 好啊 这两个老棒锤 整天为个屁事争高瞎 两家抢一个追戏 自古以来能当追戏的 有几个好货色 小姑 我也是给人家当追戏来的 你觉得自己 你很优秀 我 快点吧 再迟一步 想当追戏都轮不上你 小姑 新玉 姑娘长大了 迟早是要嫁人的 你看看你 别怕啊 估计是你爹把人带过来了 我去看看 你好好待着 没事的 没事的 梅珍 好好陪陪小姐 好的 小姐 我去帮你探查一下 恭喜老爷 恭喜老爷 得胜归来 拿酒来 来了 老爷 老爷 这酒啊 还是温的呢 古有关公 温酒斩化雄 尽有 刘老爷 温酒迎贤婿 像吗 像 像极了 像 像极了 讨厌 你简直是关公在世 威震徐江蟹呢 是 好好的 把我的贤婿 送进去 是 小姑 这也训抢过来了 这 这 这 走 这怎么办呢 这个 你慌什么 没拜堂 没动房 都不算数 春香 人才 老爷 来看看老爷今天 抢来的东床快叙 如何 走 老爷 通床快叙 老爷 拿着 谁呀 就是那个 失明传遍现成的李佑 昨天的爹呀 把他许给我们刘家 是入赘刘家 很快就和我们新玉拜堂成亲 来 你看看 你看看他 你看看他 仗得多俊俏啊 是我好不容易抢回来的 抢 抢 抢回来的 嗯 老爷 哪有昨日才定下亲事 今日便拜堂成亲的呀 那 婚姻大事 老爷 还是要谨慎些 这可是关心愈一辈子的幸福啊 你懂什么 你懂什么呀你 对面 官家 也是看上了这个小子 想跟我抢 告诉你啊 今天我们两家一起去迎亲的时候 还好我先下手为强 你再谨慎 煮熟的鸭子 都飞到人家的碗里去了 可是老爷 还有一事 好了好了 其他的事情 等把婚事操办完再说嘛 嗯 贤婿 你叹什么气呢 入赘我们刘家 是好事一桩啊 等一会儿 你可别叫我贤婿 我可没答应来你们刘家 当上门女婿啊 你爹亲口答应的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什么都有了 你不承认有用吗 是你爹 把你许给我们刘家的 小谷 这怎么办哪 你说我这三年 没有功劳 我也有苦劳啊 这怎么就便宜外人了 你说说 那就搅黄这场婚事 徐队门的官家 不是要抢亲吗 对 还有啊 你的婚书 红 红至黑字的 你跑得了吗 刘勋姐 这墙扭得瓜不甜 你说 我和另爱连一面都没有见过 这如此盲婚雅架 你觉得她会同意吗 女儿之事 爹娘做主 老爷 夫人 大呼小叫的 小姐不见了 小姐留下一封信 怎么啦 心欲 不想拜堂 留下一封书信 你走了 怎么可以这样 好好地一个送上门的女婿都不要 她到底想要什么 简介是胡闹啊 刘勋姐 刘夫人 你们的女儿简直深名大义啊 你看看 还不赶紧给我放了 坐过去 简直是胡闹 老爷 不要生气 我们现在得想想办法 怎么应对 如果今晚拜不了堂 那可怎么办哪 怎么办 拜不了也得拜呀 就让她 梅枝来代替 今天就跟这个小子 把堂给我拜了 不是吧 这也行 梅枝 怎么了 老爷夫人只要一声令下 别说替小姐拜堂 就算替小姐斗房 梅枝也是外死不辞 看理由 区区一个坠心 梅枝还不放在眼里 管教她竖着进来 哼着出去 你 使不得是不得 梅枝如果跟 跟她入了洞房 那新玉可怎么办哪 我听说啊 如果是南方娶妻 自己到不了场 可以用一个大公鸡 替代新郎 替代新郎 反之 我们家是昭坠 我们也可以弄个大母鸡 替代新玉拜堂啊 和母鸡拜堂 怎么的 不行吗 这 不合适吧 和不合适 也要给老子拜了 这可怎么办哪 这可怎么办哪 府邸出击 就这么办 门擦好啊 走走地 之后这个画面都弄好啊 好 学员 快洗一点啊 整齐一点 小李 小复啊 干嘛呀 也没别的事 就是来问问贵府 有没有看见我们家小姐啊 你们刘家小姐 来我们官家找什么呀 这个 是这样 我们家小姐不愿意重亲 离家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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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啊 你这 你这是不是有点心灾乐祸啊 你找我什么事啊 这不是 如果找不着小姐 就得拿母鸡代替拜堂了 就是问问您家有没有母鸡 母鸡啊 有啊 让我娘吃了 不是 怎么着 你的猫怎么着 你这人可忒损了我发现啊 就这样 没什么事儿 走吧 走 走吧你 行 走 东东好了啊 公子 李家就在那边 咱们直接去 还是先去递个败帖 直接去 李左 这个 是你写的吧 是 是 这个入赘文书是你签的吧 是 挺好 搭起来 爹 别别别别 爹 爹 我踢死你 我踢死你我 爹 爹 如果我见不到李佑 送到我家 那么咱们就县衙见 让县尊大老爷 拼拼礼 别别别 走 别别别 吃了饭再走呗 喝了再走呗 你吃点喝点 刘家小姐 她跑了 她逃婚了 刘家 现在拿小母鸡 顶替了刘小姐 在那拜堂呢 这 那还等什么 赶紧把我们官家贤婿 抓回来 爹 对了 还要把须江县 所有的母鸡 什么事 买光 杀光 一个不留 老爷 那这家伙怎么办 放了我吧 两半 放人 杀妻去 爹 爹 爹 我不是你爹 爹 你是我爹 爹 爹 好大娘 我让你好酒 我让你好毒 好短短的一个二郎 给我弄成真实了 好大娘 上来点事行吗 打开随便哪 把门关上行吗 为什么不难 老李的脸都让你们丢进了 还怕人看吗 哎呀 这四脸都能看得见 我不要脸 爹总要了吧 他要什么脸呢 我打死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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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佑李慈盛在家吗 随清风前来拜会 来 你来把这个 放到桌子底下去 好的 你 把这儿的灰 抹一下 是 过来 坐那里 你先忍一忍 等会儿拜堂的时候 就给你松绑 一会儿我真的和母鸡拜堂啊 那你介意吗 我介意又能怎么样呢 我说 我的贤婿啊 不会亏待你的 放心吧 我的女儿她 国色天香啊 她有一班女子没有的优点 什么优点啊 她非常地闲静 不会像其他女孩 唠唠叨叨的 影响你写诗啊 夫人 鸡来了 公鸡啊 公鸡啊 怎么不是母鸡呢 回老爷 厨房里只有这只公鸡了 刚才福姨娘 让人炖母鸡汤给杰哥喝 把两只母鸡都炖了 这是一个小孩子 喝个鸡汤 用得着两只母鸡吗 怕是他自己想喝吧 没事 没事 找几个人去菜场 多买几只母鸡回来 是 老爷 要漂亮的 是 老爷 这漂不漂亮 又有什么区别啊 我女儿这么漂亮 怎么可以拿一只 丑的母鸡来代替呢 老板 老板 鸡怎么卖啊 十文一只 十文 亏了点儿 偏一点儿 八文钱卖给你了 来来来 等等等等 等等等 干吗 二十文 卖了卖了卖了 我们先来的 能不能有个先来后到啊 什么你们先来 价高者得 就是啊 我们先来的 干什么啊你们这 谢谢谢谢 我们这儿也有机 我们这儿也有机啊 老板 老板 来来来来 我的二十文 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 我都给够钱了 来来来来 您的鸡 走吧 再找吧 来来来 买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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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拿好啊 谢谢啊 真好啊 我的鸡 我的鸡 好嘞 离山雨霸 青霄半 泪雨淋零 终不愿 何如薄信 锦衣郎 彼翼连枝 当日愿 好词 好词啊 这李幽 牙役出身 竟有如此失才 真是难得 难得呀 若不是亲爷所见 我也是不会相信 对了 布朗大人 那护布 劫 劫前郎赴税一时 这样吧 三万两如何 再多 我也做不了主了 多谢布朗大人 让这李幽 来提上落款 我 带回京中 大人 有事 谢泽 我近来 正是为禀报此事 那李幽 被官留两家 抢去当坠婿了 坠婿 老爷 老爷 鸡市场所有的鸡 都被官家人抢走 杀光了 我好不容易抢到一只 哪儿呢 结果被人败到鸡走了 那没有击果 是不是就不用拜堂了 怎么 都是官家的吗 休闻堂 休闻堂 还敢来 管玉良 拿我的大刀来 是 且慢 老刘啊 今天这么大喜的日子 动刀动强 不太好吧 站住 官玉良啊 你要是来喝喜酒的话 就外面做 要是来抢亲的话 就不要怪我刘某 不客气 抢亲 我是来和我们家贤婿 打招呼的 和谈抢亲啊 嗯 呦 贤婿 嗯 一表人才啊 嗯 那是 跟我们家秀秀 那是绝配 嗯 老刘啊 你将贤婿五花大榜在此 我看你 才是抢亲 嗯 我有李家给我的文书啊 哦 明媒正取 啊 不 明媒正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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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 看 看看 啊 这这这这这这 怎么回事呢 哎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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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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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娘叫过来 是 夫人 这 老刘啊 我知道呢 你不会招待我 我那就自行其变了 反正你们加了茶 也不好喝 老爷夫人 夫姨娘和副馆是到了 姨娘坐那里 夫人才 过来 是不是你 给官家通风报信了 邪队门这么多年了 作为邻居 你们家出了家贼 我当然有义务通报一声嘛 没错 是我又如何 当年老爷和我姑姑 约定三年之期 便由我入坠刘家 现在三年之期已到 我就 你个家奴 你个家奴 你想翻天 三年了 我爷儿认了三年了 这 放肆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有眼无珠 这刘家 我不待也罢 哎呀呀 刘家家奴 我说你啊 要施主嘞 我告诉你啊 观察了你三年 没通过 滚 老爷 老爷 北地禁远 随秦峰高门拜跑 头 来人 打扫庭院 准备 应客 是 这剧情好熟悉的感觉啊 难道是 夫人 小姐 现在情况僵持不下 剑原狼 孙清风 到刘家了 什么 剑原狼到了刘家了 是 这么大的关到了刘家 这个五福他受得起吗 再谈 是 夫人 本官是须江县西水巡检司 巡检刘文通 剑原老爷 光临寒舍 真是不胜欢迎啊 却不知 随剑原此次到访 所为何事啊 这剑原是什么官啊 还不是官 但他可是一省举人的头名 将来迟早要中近视的大人我 虞公子 小的随清风 在北方颇有名声 这下到江南来 本来是为了跟江南才子 决一高下 没想到刚到须江 就被公子您的诗词所折服 再无争雄之心了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这等诗词 要是能出自我随清风之口 我就说马上死了 我也此生无憾了 我 我随清风 愿坐你门下一走狗 这使不得 使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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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我能招到此等的坠绪 福分 福分哪 这是小绪啊 游戏之作 能得戒缘的夸奖 真是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啊 如此狼狈局面 让随姐缘见笑了 我这次来 就是帮你解决这些事的 什么 一带慈兽 入这两家也是一段佳话 我 这 什么意思啊 你这是来给我当门下走狗 你是来报仇的吧 我都已经听说了 两家的小姐国色天香 各有千秋 还住在鞋对门 你一日一家 相当于老天成全了两段意愿 行吗 这这样行吗 知谢老爷到 虚江县西水寻解司寻解刘温通 见过二位大人 近人郎果然高见哪 刚才随姐缘的提议 本县也觉得不错 二位觉得如何 那就听县老爷的 还有布朗大人您的吩咐吧 那就一续坠二家 我绝无意见 我家二郎一下入坠两家 太惨了吧 行吧 夫人 夫人 小姐 朝中王布朗和支县大人 都留家了 闺女 怎么办呢 一不变应万变 再去探 是啊 夫人 等等 你说说你们一个个做决定 好歹也听听我的意见吧 我不要做追讯 李佑啊 这两家都有文书在此 你可不能反悔啊 对 是啊 我也有的嘛 这 你给 这 这 我 我不反悔 但是好歹给我个机会吧 什么机会 如若有一天 我财富超过你 光位超过你 那你们两家 还能安心让我当这个坠绪吗 财富超过我官家 嗯 光位 别超过我们刘家 正是 怎么 你们不信啊 怎么可能 不可能的 这也未必不可能 李佑这等失财 确实世界罕见 不如这样 咱们今天立个约定 在场众人也可以见证 李佑新入坠你们两家 但三年之内 若是财富超过了官家 光位超过了刘家 那么可改 招坠为嫁取 两位小姐 以平气的身份 嫁入李家 如何 牛掰 这个 牛掰 这个 对 新入洞房 对 入洞房 好 好 入坠并非我本意 实乃是父兄的过存 但是 我愿以立承担 从今天起 我将立下三年之约 三年之内 我财富超过官家 光位超过刘家 那么 我将从入坠两家 该取两家小姐为平妻 封骨 这就是慈圣的封骨啊 可是 这两边都是岳父岳母 我该怎么区分啊 就我太山 太水 这样亲切多了吧 我这边叫岳父岳母 正实些 好好 那便更是一段佳话了 如果三年之约达成 这佳话便能流传千古了 还有机会 有机会 那这三年之内 我二郎 不是还要给人家当追叙吗 老夫人 您就放心吧 对慈圣要有信心 三年之内 您一定能喝到 这碗杏仁茶 好 既然大家都已经商量妥的 那你们两家各自准备 今日便拜堂成亲 马上就拜堂吧 没有母鸡啊 没有母鸡啊 对啊 没有母鸡啊 这么大个虚枪线 你还能找不到一尺母鸡 要漂亮的 我官下也想同时带她 随介缘能否去管家一趟 好多谢 多谢啊 这不是一桩美事啊 好 夫人 小姐 天下其闻 一叙两坠 是 什么一叙两坠啊 就是既坠入刘府 又坠入我们官府 还有还有 刘府她没有新娘 用母鸡拜堂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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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忍一忍 忍一忍哪 这是一个晚上 忍忍忍忍 你当我过来忍呀你 早上 一夜没睡啊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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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三竿 该起床了 大早上起来就这么暴躁 还没你这个鸡的皮笑好呢 姑爷早 早 姑姑 泰山大人 您这刀伤着我没关系 可是这要伤着你女儿怎么办 一事一过 拿去下锅 炖鸡汤 来人 在 拿下去 姑姑姑 要喝你了 这把刀 您这刀多少斤 八十二斤 官圣人的青龙燕月刀 他就是官爷爷的大刀了 不对 那个斜队面的才是官帝之后 莫非您要改信了 真是胡说八道 斜队门那个老匹夫 虽是官圣之后 但是手无腹肌之力 为其如虎 当真是辱没了官圣的名声 老夫 如此造势 就是想触怒那个老匹夫 明白 您开心就好 那时候不早了 我上班去了 上班 办公 办公 我去县衍 对了啊 贤婿 那个颜秀才的娘子 不见了 好几天都不见人了 你是不快 逃不了关系的 万事 小心 多谢泰山大人 那小雪告辞了 嗯 泰山大人还蛮不错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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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 姑娘 现在这不明不白的 真要是同房 那就得负责任呀 还是等到 约定时间满了以后再说吧 这行事总要光明正大才行 我不愧是男子汉大丈夫 当了坠绪也不敢劫致 当了坠绪也不敢劫致 这是要入洞房呢 笑得这么开心 我知你什么 姑爷 小姐叫你进屋 进去吧 好 父亲 请吧 关小姐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父亲为何这么骄傲 关小姐 我是个不明不白的坠绪 实在是不想远方 你看啊 结婚不只是为了传宗接代 更是碍事责任 是要心中真正喜欢的人才行 我相信关小姐 你也只愿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吧 不如这三年内 我们就互相帮助 我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教你啊 说不定 三年内你能遇到真正喜欢的人 我们都自由地 做自己想做的选择 你看可否 要真正喜欢的人 娘不是说男人都见色奇异吗 他怎么不一样 理由在这里装什么正人君子 说得太好听了 连我都感动了 这行不行 这关小姐您倒是说句话 不行 这 你是我官家的坠绪 为我官家留后才是理所当然 我有什么需要你教的 这 这 这我真不行啊 继柳 怎么了 小姐 夫妍要跑 给我抓住他 夫妍要跑 跑 上哪儿去啊 要死啊 快解解了 这做的什么账啊 这么乱 小姐的账是你能说的啊 连夫人和账房都画做的仔细呢 就这 这做的还不如小学生呢 那 你有更好的记账方法 那 我教教你啊 对 对不起啊 我倒要看看 你的算账之法有多高明 那 我就先教你一到十 这还用教 我们家小姐练得很 看着 这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拿来吧你 看好了啊 这叫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用广的话呢是 呀 一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到底谁牛啊 小姐她好像很厉害 你这说的都是什么意思啊 这些你就不用管了 如何 那 这些还有吗 当然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三 十四 嗯 这些呢一共是一到一百 这些符号也太方便了 你今天啊就好好练 练完了之后呢我再教你后边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 八 九 十 练好了 哎 去那边睡 早说嘛你 好好地啊 明天我可是要检查的 这都行 这关家小姐 明显被零又给摸过去了 嗯 嗯 嗯